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一想靠近你 欢迎收看星火飞腾 抑鬱症和癌症 号称两大都市杀手病 在病发的初期 可能都没有明显的征兆 不过我们生活中种种的压力 就往往很容易成为病源之一 尤其是现代女性 要兼顾家庭和事业 压力一点都不少 就像我们今集的嘉宾 多年不育的压力 加上公司的裁员潮 令她一度幻想抑鬱病 后来还不幸幻想肺癌 她和丈夫又如何面对 别人眼中的苦难人生 我那个情绪开始有病的时候 除了我先生知道之外 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不敢告诉他们 因为我自己觉得 很丑 自己的儿子又生不了 如果现在又跟人们说 自己情绪又生病 不知道人们会怎么想 怎么看 中国人讲求全宗接代 这个也可以说是Karen 婚后的首要任务 来自夫家的压力 更令她不惜寻求各种生子良方 我奶奶对我有一个期望 因为她看到我的样子 觉得我很好生羊 我结婚一两个月 她已经问我 你有了没有 一不舒服 她就问你是不是能处得有 所以那个压力是很辛苦的 其实我分成年发觉都没有怀孕迹象 于是去看医生 中医又看西医又看 连西医的所谓多仔丸都吃了 当时吃到人身体肥肿难分 没了理智 是只差在你去吃香炉灰 我当时傻到 直接是建先生 我说不如你在外面找一个跟你生 你拿回来 我和你照顾 我接受得到的 有没有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紧要 其实最紧要是两夫妇的 大家有一个开心的世界 为什么像一个女性 基本上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我做不到 我觉得是 我错了在哪里 当然是祖先做错的东西 连累到我现在想 要生一个小孩都这么困难 相比起来 Karen认为工作就容易掌握得多 她曾经是一人之下的秘书 还深得老板的信任 我们的公司是英国公司 我老板是东南亚区最高级的 他见到我是一个工作的人 还有是好效率的人 我不需要向其他同事负责 我只需要向一个老板负责 在2000年的时候 因为我的公司卖给了另外一间公司 就要裁员 我当时也有去找工作 工作是有得建 但是通常见完之后 都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很记得去见过一份工作 她就问我 我们的工作很要记性的 你这种年纪行不行的 接现年生地 听到这些问题 就开始想想 40岁比较松一点 是否真的开始老呢 是否自己真的开始不做事呢 一天又一天 Karen面对失业 但觉前景越来越灰暗 相反 丈夫脚忙于创业 不知不觉间 她知道自己已经处于抑郁之中 我和我认识了一个二十多年人的朋友 当我说我有抑郁病 她立刻说 你有 我也有 她说你为什么会有 老公又这么疼 她觉得好像是我自己拿来的 自此之后 我更加不敢跟别人说自己的东西 开始就不喜欢出去 已经是喜欢留在家 自己一个人 还有有时是无缘无故地哭 开始对人生的问号很大了 已经觉得人生是否真的这么苦 是这么无奈 因为那种不开心的情绪 越增压得越多 那种破坏性越厉害 那见到那些狗的时候 就开始打那些狗 我有时就很残忍 我那种西斯狗 因为它最小的 我是拿得起它 扔它 我不懂得去关心它 我觉得它完全都是由于工作崗位 突然间退了下来 才不习惯 所以才不适应 也没有去深究到 原来它情绪是有问题的 原来有时情绪都是很起伏 我自己把头砍在冰箱里 我说我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好地地一个人会这样 然后它无意外 就冲进厨房 用刀打算戒自己 你很大力,我很痛 你放下来 我立刻冲进去 跟它大家斗力 就是把刀拔了 于是平培和Karen寻求治疗 医生证实她幻想严重抑鬱 但是四个月的疗程后 病情并没有改善 直至她接受亲戚的邀请 踏足教会 我以前读书 其实我也是有接触过基督教 心里很有冲动 是想跟神祈祷说话 但是我自己心想 我在拜观音 我如何跟神说话 自己也犹豫了一阵 就是挣扎了一阵 直至我姑子邀请我回教会的时候 师母见到我 就跟我祈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罪人两个字 立刻那身有一种暖流 就涌上来 然后自己就在那里哭 哭得很重要 哭得气都喘不住 就是在那天 这个祷告之后 我自己就很自然地 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 我心里的平静和平安的感觉 我以前从未曾经有 我开始学习读圣经 发觉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都找到 神给我的安慰说话 我就很开心 那个星期 祂主要顺拜 翻田契 那个情绪 真的在不知不觉中 释放了 她有笑容 笑容都挺燦满 我看到我太太在情绪上的转变 她那种抑鬱消失了 她有喜乐 相对上 变成我精神上负担没有那么大 我当然是开心 纤绕五年的抑鬱病 竟然在短短三个月内传遇 Karen的妈妈和奶奶 也因此相继放弃传统的包袱 一起追随信仰 唯独身边的丈夫却依然故我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外国人是没有理由信他 我拜我的观音 你有信耶稣基督 没有冲突 当时我自己都很心急 很多时候就会 拿圣经的东西跟她说 她就算是不接受 她也不会拒绝得很厉害 为了令我太太开心 她说我都跟她回教会 隔个礼拜 都是应酬下 我本身都要做工程 凡事都应该有一个期限 我都没有跟我太太说 我自己设定一个期限 到时真的再没有感动 我说我一定不会回教会 看到他们都挺热成的 这班基督徒 我就试试观其言 听其行 这班基督徒不是硬销 要你相信的 都挺友善的 接着去探讨 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基督 我相信在这个宇宙万物 是有个造物主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 人类是经过慢慢的演变过来 我又不是很相信 几百年了 十六世纪这种理论 都没见到猴子变成一个人 我们中国人 在上古时代 我们所说的是元天上帝 其实都是我们 一个万物的创造者 要信 我说我一定要信 一个是唯一的 是超然的 耶稣基督 既然是唯一的真神 我会信服祂 我一生靠近你 两夫妇终于在信仰的路上 有着同一目标 不过在06年7月 Karen突然行路弃喘 发现情况原来相当严重 照出来的肺片 看到我有一边肺是花了 当时医生都没有跟我说 他就是跟我说 你要入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看到原来是肺癌 自己很突然 为什么会这样 下车之后 就已经在太盆抗哭 到了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刻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身上 回到家 我和先生都抱着一起哭 哭完之后 我们祈祷 因为我相信生命不是我们掌管 我也没有问 为什么又是我 一个又不咽又不走 生活正常的人又会有肺癌 我没有这样问 也没有问神 为什么又选择我 给一个这样的病 Karen的病情每方遇下 医生建议立即进行化疗 整个疗程由开始到完成 虽然只有七个星期 但效果竟然出奇理想 我做了七次的电疗 四次的化疗 当中我是没有什么痛楚的 我化疗的副作用也不大 在身体有些地方是经过化疗 变了灰黑色之外 我的头发没有脱 精神还很好 人真的做不到任何事情 唯有直着祷告 因为两个人的同心祷告 天父是听的 两个月的时间 证实了我的楼 完全是变了一个疤痕的时候 是十一月 我的肺功能救到 我的肿楼也消失了 我相信这些真的是神的大灵 如果没有神 根本就… 我觉得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而我的医生 也想不到我的疗程 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当时Karen看来的癌细胞 差不多完全绝绩 当她踏入康复的阶段 一份对永恒的倚靠 就算面对生死 她也毫不畏惧 未信主之前 我觉得我的心灵是很漂泊的 不知去哪里好 但我发觉信主之后 可以形容 我找到一个好的码头 从别人来看 癌病等于绝症等于死亡 其实我也有担心病会复发 但是很多时候我有这个忧虑的时候 我就会借着祈祷 借着神的说话 叫自己不要害怕 神真的会被平安喜乐人安 面对死亡我都不害怕 因为我有个盼望 我是会去天家 去到天家的时候 我翌日也会再见回我丈夫 我的信主的家人 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Karen和丈夫知道 有生命气息 有健康的身体都并非必然 珍惜每一日 令她们活得更加简单 更加快乐 不过人生的祭遇往往都难以预计 就在这个故事首播之后半年 即是今年七月 Karen体内的癌细胞复发 医生证实她患上末期分癌 不过她依然勇敢面对 家人还亲自为她拍下片段 和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06年七月 当Karen完成化疗和电疗之后 反应出其良好 亦慢慢开始复原 不过半年后 她的身体又再次出现警号 2、3月左右 你发现她开始有咳 到7月后她发觉 她再发现她 其实已经扩散到她全身 她的癌细胞 很多时候咳到 她是控制不了情 是呼吸不到气 见到她 我们身边的家人 真的见到很辛苦 我的精神有时不太集中 看圣经有时也不太看得入目 但是诗歌 很多时的歌词 给我的支持 都是很大的力量 神次的平安 真的能力是很大很大 所以痛的时间 就是因为这种平安 这个平静 其实真的可以舒缓到我的痛 到了10月 医生证实Karen的癌细胞 已经遍布全身 甚至放弃再用药 不过 一份汗透生死的平安 令她展现出一股 无穷的生命力 我自己觉得我 比起一般 末期癌病的病人 我自己真的有精神 神有体力 有机会都可以作见证 神赴要她的生命 神给了她的动力 所以看到她这样 我相信是很坚定 神会不会医治她一个人 其实是神的决定 我们也要 我们将Karen交给了神 我们的盼望 就是说 我们会在天家再见 以前有病的时候没有神 还有现在有病 有神 那个平安 和那个喜乐 以前是没有的 我相信如果今次 我的癌病没有神 和我一起 可能我都已经死了 照片 诗歌 牧师 甚至乎我穿的衣 我都已经为自己准备了 到家人当然捨不得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我只不过是不让我家人 早点回去见天父 回到天父的怀仆 所以我又没有什么恐惧 每天睡觉都是感恩 多谢天父给我身份意识 而且我每天都是 虽然是病 但是觉得是真的平安 所以我常常都很强调 神体的平安 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得到 Karen的经历 在人体上 好像禍不得行的事 不过 从Karen念上的笑容 我们就感受到 她这一份 由心而发的平安和喜乐 是的 Karen能够这么坚强 坦然接受现实 不单是来自丈夫和家人 给她的鼓励和支持 更加重要的是 在过往 抑鬱症和肺癌的医疗过程当中 她找到了人生最大的依靠 没错 即使再次面对治疗的痛楚 Karen都可以坦言无据 因为当她向耶稣呼求 再大的痛楚都可以捱得过 一份对永恒的盼望 更加令她和家人 可以豁达面对任何的结果 生老病死 从来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 人生的祭遇 也都不到我们掌握 不过 如果你想像Karen一样 在人生的风浪当中 拥有一份 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邀请你 现在试下 安静下来 跟我和耶稣这样说 亲爱的耶稣 我相信你是人生的掌陀者 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 我邀请你 进入我内心里面 求你赐给我 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也都求你 带领我走人生 高高低低的历程 求你赐我这份 出人意外的平安 多谢你爱我 主耶稣 家人朋友的讨告 支持着Karen走过每一个难关 如果有些心事 我们很希望成为你的聆听者 欢迎你 立刻打电话来CBN热线 号码是3188 303 我们很乐意去解答你的问题 如果你刚才有真心和耶稣聊天 那就更加要打来 我们会送给你这本CBN出版的 《新开始在基督女活着》 教你和耶稣开始聊天之后 如何和祂继续保持一段亲密的关系 真心诚意的祈祷 天父必会谁听 如果你需要任何信仰上的支持 我们都很愿意 为你一齐同心向耶稣祈祷 你可以将你的祷告需要 和我们分享 除了打电话来 你可以click上我们的网站 告诉我们 至于在中国内地的朋友 还有另一个途径 就可以用手机短信和我们联络 号码是131438 95508 耶稣祂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稣祂必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 谢谢大家